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南方人会提着一口热水去洗澡 我虽然是北方人吧 但是今年没有秋天直接入冬 其实有点不太适应 他们有些人喜欢边吃饭边吃大蒜 而我们就是顾吃大蒜 因为我是北方人 南方那边就特别爱吃甜的东西 所以说差异还是挺大的 我在山东的时候是穿着圆服 但是来到了南京以后都可以穿短袖了 我摄友是一个南方的妹子 他刚来的时候说话我都一个字都听不清楚 感觉北方人比较高大威猛 南方就比较秀气 他们那个生活作戏那些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 男人南米菜最明显的其实是考验 一张嘴就知道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我跟我同学逢年贵节会因为吃甜重险重的炒酱 但是炒了一年谁也不服谁 我们南方都是毒味毒语 所以说我第一次来到小堂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震惊的 他们这边只吃米饭 我们都是大白馒头 吃的不是很习惯 宿舍有北方人 然后他们那边都脱澡 然后我们这边不脱 我还以为他们北方人东西不洗澡呢 武汉这边的天气一秒入冬 我买衣服的速度都赶不上他变天的速度 来之前对山西有挺大的误解 以为这边吃醋特别厉害 吃辣也特别厉害 但是其实这里的辣也不过如此 我们班有一个海南的男生 然后他春夏秋冬都穿着拖鞋出去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前两天我跟室友就是讨论吃饭嘛 我们北方一般都认为吃饭这个饭 它能指面条呀米饭也就是很多种类的 然后可能南方就是说吃饭就是吃米饭嘛 我是南方人 我有一个学姐是一个北方人 有一次我就用我的家乡话去收到白话去跟爸爸交通 学姐听到了 她就问我 这是不是日语 想加入学妹校园团队吗 这里给你舞台创你所想 做优质的校园内容 做学生喜欢的活动 微博私信学妹 发送报名 加入我们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咇梁 咇响 咇响 咇响